老百姓在哪啊 几千年了 谁知道老百姓在什么地方 盛天半子齐同伟 为什么会突然风靡网络 因为在现实世界待久了 人们越来越发现 汉东的诸多人物中 唯有齐同伟活得最通透 看得最明白 现实世界没有艺术加工 一切都是赤裸裸 齐同伟的世界才是最真实的世界 最开始的齐同伟 那是汉东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进入警队以后更是猛追猛打 豁出性命上了报纸的缉毒英雄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再看侯亮平和陈海 身后有人脚下就有台阶 爬得快爬得高 所以齐同伟怎么会顾忌 什么规矩原则 怎么会考虑什么道德底线 他用仪柜就能换回警绣前程 还怎么可能行正道走正途 所以齐同伟看待世界 总是能站在人性和利益的角度上 看待问题 总是那么清醒 正如齐厅长所言 历朝历代都在强调老百姓的重要性 可几千年来老百姓在哪 奏者上老百姓就只是一个数字 史书上老百姓更是一笔带过 且曾之所以存在 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有些人注定流传千古 而有些人注定要牺牲 要淹没于滚滚历史长河 侯亮平空降汉东 外界盛传这位爷腰里还揣着上方宝剑 齐同伟为侯亮平接风也就有了针对性和目的性 而且专门安排在了山水庄园 专门安排了高晓晴亲自去接 我特别好奇的想问一问您 这次您到汉东来 想搞哭谁啊 或者说 您想先把谁搞哭啊 这一问一杆子到底 就是要问侯亮平空降汉东的目的 这个问题齐同伟不能问显得心虚 那就只能高晓勤愤 齐同伟非但不能问 还要给予适当遮掩 用以掩盖事先的商量 不管把谁弄哭 也不会把你这位美女高总弄哭 对不对 同样再问 再问侯亮平此次前来只针对官 不针对明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问呢 因为侯亮平是为了陈海来 而陈海又是因为大风场出的事 大风场又是因为山水庄园出的问题 山水庄园又和齐同伟有着直接关系 也就是说只要侯亮平不把枪口对准高晓勤 齐同伟就没事 刚到汉东就遇上了如此赤裸裸的试探 来看侯亮平的回答 你们说什么呢 我想搞哭谁啊 我谁都不想搞哭 我最好大家开开心心的 但是万一搞到高总头上了 高总也不会哭的 是吧 我的本意并不想针对谁 如果真要将枪口对准谁 那也一定是这个人有了错犯了法 高总如果没问题 那就不必担心 然后就是一句满含深意的话外话 侦查到高总的头上 高总为什么不会哭 能和公安厅长如此亲密 能在大风场的股权纠纷中如此安稳 高总背后肯定有不容小缺的力量 所以这句话是在提醒高晓勤 更是在暗示自己的无所畏惧 面对如此威胁 高晓勤给出了如此回答 真要查我 谁都别想撇干净 齐厅长跑不了 我也会用尽办法 找到你侯亮平的把柄 将你拉下水 笑眯眯的威胁最具进攻性 然后齐同伟来了一把助攻 我可不陪你哭 你找别人陪你哭 哎呀这样 你找这位新面孔陪你哭 查你你不怕 查我我更不怕 只是不知道侯亮平的身后干净不干净 会不会被你拉下马呀 所以这句话是说给高晓勤听的吗 当然不是 这是用来威胁侯亮平的 侯亮平明显有点招架不住了 哎老学长 这话够酸呢 侯大局长你又说笑了 齐厅长什么时候吃醋啊 齐厅长不爱吃醋 对不对啊厅长 对啊我免疫 酸什么意思啊 侯亮平认为这是齐同伟怕了 但高晓勤的反驳就强调了齐同伟从来不怕 而齐同伟一句免疫 更是直接支持了高晓勤对自己的评价 我从来不怕 放马过来吧 毕竟是接风宴情 对话不能总是这么紧张 侯亮平主动打破了僵局 这个山水庄园不错 有室有喝 还有设计场 真是个好地方 侯局长要是喜欢啊 以后就经常过来 反正都是自家人 哎 我怎么敢常来啊 今天要不是学长给我接风 我才不来呢 有规定的 至于吗 侯局长以后啊 您悄悄的来 我保证不会有人知道 注意 这不是商人惯有的逢迎和拍马 这是高晓勤释放出的和平信号 希望得到侯亮平的积极回应 只是侯亮平并非齐同伟 他也不愿接下高晓勤抛桌的橄榄枝 就连齐同伟也觉得高晓勤有点心急了 这种拉拢腐蚀 压根就不可能一步到位 要慢慢来 行了 你就别吓唬我这位学弟了啊 今天啊 高老师虽然没能过来 但是老师特别注重给你接风 他专门跟我阅访三章 说了 第一 不许用公款 第二 不许吃老板 第三 不许喝明酒 还不许用公车 对啊 所以你应该说是因祸得福嘛 对不对 你可以享受一把美女的专车待遇 在体制内混 到了一定级别 什么公款吃喝 什么明酒公车 压根就不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 他们反倒会在这种小事上格外注意 不仅为了形象 更是为了更大的目的 侯亮平并非出出茅庐的矛头小子 非常清楚官场潜规则 所以他非常清楚高书记的这些交代几乎毫无意义 甚至还想着帮高书记补充一下 不是为了支持高书记的交代 就只是为了讽刺而已 既然侯亮平软硬不迟 高晓晴就只能另想办法 什么办法呢 借助背景力量压制侯亮平 要我说话 我们高书记那是明白人 知道我们今天呀 要给检察官接风洗尘 所以特意嘱咐 只能喝二锅头 这可就不够意思了 这检察官只能喝二锅头了 二锅头有什么不好的呀 我跟你说啊 平时要不是说那些应酬 我自己就喝二锅头 二锅头好喝 哎呦 齐厅长 您还说呢 您要是少喝两口二锅头 也不至于把副省长的位子 都给喝掉了呀 是吗 还有这回事 啥意思 我和齐厅长的关系非同小可 甚至对他的仕途发展 有着极为详细的了解 什么时候上 什么时候没上去 我都非常清楚 一听这话 侯亮平立马反应过来了 看来这高总真是不简单啊 这学长什么时候上 你都知道 那是 我还知道 沙书记在这次的省委常委会上说了 说咱们有一些地区的干部 素质已经比不上普通的老百姓了 很明显侯亮平的态度有些不屑 毕竟对于一个拥有富国岳父的人而言 一个公安厅长还真就形成不了什么实质威胁 这一层威胁不管用 那就提高威胁 强调一下自己在省委的背景 省委常委会的内容 高晓晴都能轻松掌握 背后最起码站着一位甚至多位常委 关于这一点侯亮平多少有点忌惮 他需要进一步明确一下 沙书记会这么说吗 侯亮平问的当然不是沙书记说了什么 而是问的高晓晴是怎么知道常委会上的谈话 高晓晴到底多嘴了 如此明晃晃的显摆 万一侯亮平较真捅捅了上去 认真追究常委会上的限迷来源 高晓晴乃至齐同伟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齐同伟赶紧出言遮掩 确实是这么说的 其实这么说话 你反而能够看出一个领导人的魄力 而且政法委会议上面已经传达过 领导的魄力不重要 重要的是领导的发言已经在政法委会议上传达 这个发谈内容已经不再是机密 高晓晴能够知道也很正常 高晓晴何等聪明 自然听出了齐同伟的意思 赶紧转变话题 赶紧支持沙书记的发言 其实我觉得沙书记说的即便是事实 那也很正常 你有什么正常的 咱们这个啊 关起门来说话 哪说哪来 我觉得沙书记这个人啊 锐气太重 完全就是陈小金嘛 不信你看着 三板斧 咔咔咔 再说了 我们中国的领导干部 当真素质就不如普通老百姓吗 这话我真的不信 厅长 您还别不信 我只听说过伟大的中国人民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伟大的中国干部 或者是伟大的中国官员 对不对啊 厄警长 高总这话说的真是太有才了 我都快成你所思了 真的 那您太恭维我了 有些事必须那样说 但也只会这样做 还有些事呢 必须那样做 但也只能这样说 这就是江湖的潜规则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 别较真 更别认真 心里有数就行了 好多话都要学会烂在肚子里 但是齐同伟看不惯这些虚伪的相互逢迎 行了 咱们不来这些虚伪的 中国这几千年历史就是由英雄创造 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顶多再加上一个成吉思汉 对不对 坦率地说 真理有时候就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这不是揭露现实世界 这是表明了要和沙瑞金对抗 所以说有些话就只能烂在肚子里 万一这种言论传了出去 会对齐同伟造成何等负面影响 场面看看了 高晓晴赶紧站出来解围 齐厅长 我就是老百姓啊 我不就在这吗 我也是 我也是老百姓 哎呀 清长 其实您也是老百姓 咱们就是普罗大众 还真不是什么秦皇汉武 您啊就别纠结了 行 我不跟你们两个人掰扯 老百姓 老婆是副局 岳父是副国 自己的局局 侯亮平这位老百姓 真能给老百姓长脸 老百姓 手握上百亿资产 高晓晴这位老百姓 是不是打了老百姓的脸啊 就连齐同伟 也是老百姓 岳父是前政法委书记 自己是公安厅长 这样的老百姓属实有点扯 到底还是齐同伟清醒 我不跟你们掰扯 既当又利 本就是你们最真实的模样